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们不要乱说和批评唯一一直能够代表我们华人的军队 我们这个国家英军人政府的无能才导致出现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缅帝武装军队 拿出这个战争就算同盟军不打 其他少数民族军队也要打 我再分享一下国杆同盟军的一个官网 作者王子玉分享的是 盲目亲信军方执政团时期的缅甸问题一 问题的演化与升级 缅甸问题自2009年国杆88事件之后 便开始持续向恶的方向演化 笔者将其列为为几下几个版本 希望关心缅甸问题的读者 从中看到这个奇葩的演化 1.0版本缅甸军人集团一家独大 军人达马多的地位至尊无上 黑白两道通吃 2008年军方通过精心策划的国杆88事件 仅用三天时间将同盟军肢解 荡平国杆的辉煌的战绩而凶霸全国 之后又在08宪法的加持之下 披着巩固与发展党的外衣秩序 民选政府登台执政 当时军方的意见 就是缅甸国家的意见 军方的利益 就是缅甸国家的利益 军队的强大 就是国家的强大 任何组织和个人企图 对抗缅甸军人利益集团 等同于匹夫和树 当时的所有缅甸问题 均被军方所掩盖 军方被塑造成了 缅甸联邦的主心骨顶梁柱 和国家守护神 一击者被军方控制的喉舌 摁在地上摩擦 任何不利于军方的声音 都被国家机器折罩 2.0版本 民选政府初登台的 民主转型时期 尝到民主之位的缅甸人民 似乎已经忘记 军人利益集团 才是真正的幕后玩家 彼时军人集团 失去了台面上的执政地位 昂山素姬 凭着高知识力和个人的魅力 成了实际的国家领导人 但军方依然披着 装备精良 战力指数强劲的虎皮 以及大批与军人利益集团相关方 也就是棉宇军队的称呼 达姆多的拥抱追随 在国内的影响力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朝野忌惮 民选政府只是军方为了拉拢西方 吸引西方投资而摆设的花瓶 民选虽为执政党 但其欲推行的政策 倘若没有军方默许或开绿灯 基本上就无路可走 3.0版本 面临退休安全危机的 明昂来发动政变之后 引发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导致军方形象崩塌 民心尽失 军人集团已经撕下了 有计划推进民主的折修部 把势力失射的民主转型 给踢翻在部队的铁蹄之下 赤裸裸的夺权上台 一直以为明昂来不敢发动 军事政变的缅甸人民 此时才恍然发现 只要军人利益集团存在 缅甸问题就一直存在 只要军头们不高兴 人民玩的在嗨 他立马就能把国家 从民主时代 拽回到那个封建时代 军方执政团在人民的 极度厌恶中成了众志之地 广大缅族群众 首次成为反军人集团的 主流人群 他再次强调缅族是主流人群 缅族内部因政变 而四分五裂 并各自组成了多支军政力量 4.0版本 政变武装既不能战 又不会战 并因频繁战败 而出现大批厌战 未战之官兵 同盟军及革命联军 发起的1027飓风行动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的大么多部队 被民族武装吹枯拉朽 攻克政变武装 势如破竹 拉垮的战斗力 曾剑子的投降 闻炮声耳逃 以及大量年迈老兵被俘 让外界直观见到了缅甸军队的腐败无能 此时的缅甸军队 大么多部队 如技穷的前驴 被革命武装胖咒海扁 这支曾经在缅甸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部队 均无战心 将不善谋 名誉扫地 兵源锐减 其麾下人员已经丧失了身为军人的自豪感和荣耀感 毫无战斗力意志和拼搏精神 反观各革命武装却越战越勇 靠着以战养战 装备和兵力节节攀升 控制区域成倍扩大 至此 明安来政变集团 心心念念的武力统一联邦的宏伟目标 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幻想 缅甸问题 由1.0版本可协商解决民族冲突与政治矛盾 演换到现在的4.0版 全国战火纷飞切无止战 两方军败 一直企图武力统一联邦的 脚踢民地武 首打NLD的军统明安来所赐 为了实现民主 民不畏死的缅甸 独裁者已经不可能光靠武力干预或假选举 就能把所有问题掩埋 当下缅甸问题仍在升级 它的突破和重大的转折 那是必然的 任何罔顾现实演变 企图重回历史的努力 注定只能是突然和枉然 写的内容还是比较深刻 还是能让大家理解整个缅甸事态的一个来龙去脉啊 缅甸现在拉去人民遭受苦难也好 所有的缅甸人民遭受战火的摧残也好 民不聊生 所有的问题的第一负责人 第一个的导火线 就是2021年2月1日 明安来发动的政变 所有很多的人留言啊 我也不便去公开的去回复 其实在这里面我再次强调一下 所有的问题的病根 不是国感同盟军也不是PDF 都是明安来这个王八蛋 他引起的缅甸的争辩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意识到 所有的缅甸问题都无法去解决 再补充一下7月12号拉去的战况 国感同盟军311里攻克了向海68营 拉修会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接下来革命联军要攻到市区内啊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巷战啊 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次播报 感谢大家对我长期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